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四淘宝 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有趣的调查报告 说现在大部分买保险的朋友 买保险的时候都是在结婚以后了 而且这个占比竟然高达99%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好理解 没结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还年轻 没有风险意识 而且属于自己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 家庭责任感也不强 很多人都是结婚之后 开始觉得自己的责任更重了 有配偶 而且可能上有老下有小 这个时候才会想到要配置保险 但是实际上我们经常跟大家讲 保险是越早买越好 并不是一定要非等到咱们结婚之后 才有价值去买保险 原因我帮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都知道 买保险的时候越年轻的话 保费越便宜 而且越年轻你保障的时间就会越长 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小四淘宝上 给大家推荐的像多拉A宝重极险这款产品啊 如果都是10万的保额交20年保费的话 那基本上45岁的时候的保费 是20岁时候的保费的两倍 而且很明显啊 45岁交比20岁交 所保障的期限也短了很多 那还有一点大家要知道 一般保险公司是要求投保年龄 肯定是需要这个体检才能投保的 那如果年龄超限的话 很多这个重击险也就直接不能购买了 那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尽早的提前 对咱们人生做一些风险规划的话 也能够尽量的避免当意外发生时候的这个 措手不及的情况啊 因为这个意外 它是不论这个年龄大小都可能会来到的 所以咱们总体来看 买保险的时候最好越早买越好啊 不要说一定非要等到结婚 借有了家庭责任之后 才去考虑这个保险的事情